少年开局便收获四位绝色美女做师傅 然而她进入仙门的第一课居然是给四位师傅做坤 一般人不行 但做坤两年半的我厨艺绝对可以 大师傅李斩女帝了不欲姐 精彩绝艳 二师傅九尾天呼五妹动人 真妖精一枚 三师傅冰山美人 冰青欲姐女剑神 四师傅皮翼罗莉 童颜傲娇一带刀神 而少年下持身怀怒火系统正是他们四仙子做下狄青弟子 为了能够更好的攻略征服角色美女师傅 必须要有拿手的绝活和顶尖的天赋 于是下持来到苍明圣玉登顶九十九阶玉天阶 从未有人通过的九天杰灭阵将在今天被改醒 毕竟主角加身天选之子 小小阵法完全不够看 就是这个通关方式有点拉垮 当通关的下持便看见一双黑色皮衣大长腿 而这个身穿皮衣的红发罗莉 就是苍明四仙之一的掩月 掩月问她才灵血一段是怎么登上玉天阶的 下持直接装傻充愣起来 她可不想被系统天罚伺候 掩月以为可能是玉天阶和阵法年九十修 才让这个废材误打误撞登顶 下持文言也只能尴尬一笑缓解气氛 掩月让她就在此地等候 她要前去禀告自己三位姐姐商量沟通 而坐在地上的下持发现旁边居然有宁仙池 这可是上古神圈可自应不扬 让人重振雄中的好东西 下持当即就脱光了衣服跳进了宁仙池中 此时掩月已经回到店内 女帝元金瑶问她新徒儿怎么样 只见掩月支支吾不敢作声 蜜月和康敬涵等的有些不耐烦 停日里说话直来直去的小月儿今天怎么结巴 掩月只好坦白此人虽然长得有些小帅 但却是个外门灵血一段的废材 蜜月认为此子定是万中无一的欺韵之子 掩月则怀疑她作弊 要不就是阵法年九十修出了差错 剑神康敬涵坚信阵法是不会出错的 此时女帝开口也认可了下持 无奈的掩月也只好被迫答应 片刻之后掩月回到原地却没发现下持的踪迹 不料下一秒下持从池中一跃而起 看到这一怒气的掩月怒火中烧 这种变态的行为也成功地惹怒了掩月 愤怒支更是直接加了五百点 下持一看似师傅居然是易怒体质 这不妥妥送上门的怒气质吗 于是便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宁仙池中搓起了枣 此刻的掩月愤怒支不断飙升累积 最终下持因激怒了九离刀神掩月获得九千愤怒支 同时鉴于下持表现出无耻之极的行为 系统额外赠送给他神级功法 空手接白刃可完全抵抗任何一次攻击 冷却时间七天 持续一刻钟 掩月让他赶紧从池子里滚出来 有了空手接白刃这种神级功法 下持更加肆无忌惮 二话不说就从池中站了起来 这场面看得师傅们直呼很哇塞 只有掩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小子谁让你站起来的 下持一脸欠打的模样 不是你让我站起来的吗 怎么样我乖吧 被激怒的掩月直接抽出了他的屠龙宝刀 今天势必要摘了下持的荔枝 屠龙宝刀在手 天下我有 这种徒弟我不要也罢 随后直接一刀对着下持劈去 瞬间天地色变 宝刀化成一只火锋便对着下持起来 下持完全不慌双手张开等待装逼时刻到来 一招空手接白刃亮下在长女师傅们的双眼 这一幕也恰巧被赶来的大师傅看到 女帝一声怒喝让他们赶紧退下 而此刻的掩月还处在猛逼的状态 她不敢相信灵血一段的废物 竟然能接住自己的屠龙宝刀 女帝见状直接暴灭 本尊的话现在你都敢当做耳旁风了 既然如此罚你回去写五百遍清心经 就在此时系统发来提示 英里斩女帝圆金瑶发怒 女帝将来注定横压诸天 万古无敌 系统将为您开启史诗级奖励 乾坤神体 乾坤神体位于神体榜榜首 增加百倍悟性 百倍修炼速度 古老相传 拥有乾坤神体者 将成为三界共主 女帝也在此时下令下识登顶成功 通过九天截灭阵的考核 从今以后她便是我们四人的敌亲徒弟 未来苍明圣域的尊主 二师傅久违不发话 乖徒弟以后为师一定会好好调教你的 三师傅也早早为你准备好了要学习的典型 四师傅虽然很是不爽 但你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麻溜的跟上 四位角色女师傅我下识来了 她是四位女师傅眼中作坤第一人 无耻的她竟然当众在女师傅的面前溜起了鸟 这变态的徒弟也使得四位女师傅轮番争抢 更是为了将她留住直接封她为苍明圣域的圣 此刻的大师傅特命老四来教导夏诗 务必要让她在收徒大典前一名惊人 演乐搞不懂为什么要让她来教导夏诗这个废材 还没开始夏诗就坐在圣殿内躺平了起来 女帝完全不听演乐的讲演 正是因为看他俩不合才让二人互相磨练 心性共同进步 无奈的演乐也只好服从 毕竟谁让她是老妖呢 随后便一脸不爽的让夏诗赶紧跟上 师傅先带你去熟悉一下圣地 夏诗一脸见兮兮 好嘞四师傅 三师傅见状连忙提醒女帝 大姐 演乐性子直爽单纯 可能不是小徒弟的对手 无妨 苍明神殿这些年来太过冷清 正好借这个机会注入点活力 而二师傅则对夏诗身上的秘宝很感兴趣 今后的生活定是十分有趣 这也更加让他好胜期待 很快四师傅便面无表情 带夏诗参观起了苍明圣地 这里是畅云阁 放书的 而作为苍明圣地的圣子 夏诗的身份仅次于他的四位师傅 不过四师傅时间紧迫着急回去做作业 夏诗也只好稍后再来观摩一下爵士功法 当四师傅介绍起大姐姐的私人居所 玉阳阁 夏诗知呼好名字 对不起人家真的没有想歪 四师傅对夏诗的七韵之子的身份完全不信 但能以灵血一段接我一刀 我还是很看好你的 毕竟我真的是七韵之子 这都是小意思 四师傅直接给他的白眼让他自己体会 夏诗连忙点头人家真的是七韵之子 咱们有的是时间去验证 我倒是很想看看七韵之子能好运多久 看到四师傅如此不信 夏诗也决定开始反击 随后便开始一顿嗶嗶 女孩子经常生气会提前进入更年期 但性格如火的掩月可不知道什么是更年期 夏诗告诉她是一种绝症 而且患此症者时常纠结于心 火气上冲 脸上暴斗 头上秃顶 更有甚者 还会长骨子变平胸 四师傅 你的那里本来就不大 若是再变成平胸少女 恐怕很难嫁出去了 听到此话四师傅直接暴怒 怒气值更是飙升到了五千 随后掏出屠龙宝刀 夏诗 我变小之日 就是你变短之时 四师傅你别忘了大师傅吩咐的事情 小心他生气打你屁股 掩月这才冷静下来 你小子这么快就学会用大姐姐压我 夏诗又在心中暗自思考起来 这疯丫头好像还挺在意欧派的大小 随便说说就能有五千怒气值 反而对威胁不那么在意 既然如此 身为情圣的自己 三分钟将她拿捏 她当即开口道 四师傅你凶小不要紧 关键是你屁股害她呀 这种话简直比杀了她还难受 更是让怒气值直接翻倍 下一刻掩月从空间中抽出 专门教育徒弟的武器 届时备话 夏诗 今日谁也留不住你 少年的第一场考试竟然是做坤 别看我这几个角色师傅冰清玉洁 但背地里都是赤坤狂人 而我的四师傅更是能单手抓坤的变态杀手 好在我是做坤能手 一坤四师特级厨师夏诗参赏 被夏诗调戏的掩月第二天便找来三师傅为她主持公道 三师傅连忙安慰她 无须跟孩子计较 只见夏诗洋洋得意起来 是啊 人家还是个孩子 怎么能为难一个孩子呢 既然如此谁还不是个孩子 咱们走着瞧 一会儿有你好看的 三师傅嘱咐掩月别放在心上 修行之人切记心腹气躁 还有别忘了昨天大姐的叮嘱 而四师傅也不再和夏诗过多计较 三师傅见状教育夏诗勿望尊师重道 夏诗也只好先假意卖蒙答应 接下来就有你三师傅带你参观没有完成的任务吧 走在路上夏诗还趁机嘲笑掩月 你看看人家三师傅 人家那样才有个师傅样 可那又怎样 我今生今世都是你师傅 四师傅我好心提醒你一点 你还是少招惹你三师傅 至于原因嘛 人家就是不告诉你 气死你个小坏蛋 而四师傅的这番反向操作 竟真的气到了夏诗 另起愤怒值简易 系统也在此时提示 鉴于宿主第一次被气到 此次免责 此后要是再被气到 将会大幅倒扣愤怒值 经过一上午的参观 此时的三师傅饿得肚子咕咕叫 而恰巧三师傅将他们带到烟火院 三师傅 烟火院难道是制作烟花的地方 但三师傅却说 是让我们感受到活着的地方 四师傅也在这时给他揭晓答案 其实这就是你要考试的地方 下次傻眼了 我的考试居然在厨房 明明师傅们都是神仙竟也还要吃饭 两位师傅不想和他过多解释 毕竟你的修为和寿命 还没到达那个层次 吃饭无非是想体验一下 人间烟火气 三师傅随后便介绍起 大家喜欢吃坤菜系 大师傅喜欢白骨炖鸡 二师傅喜欢土豆烧鸡 三师傅喜欢盐鸡鸡 四师傅则最爱口水鸡 原来我的四位师傅都爱吃坤 随后师傅便上笼子里亲手抓坤 别愣着 现在做饭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如果你做得难以下咽 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下次看着面前叫嚣的坤坤 做坤我最擅长了 我直接一个OK的手势告诉他们没问题 坤坤接下来就由我亲自带你脱离苦海用 毕竟在我穿越前 可是在小饭馆当了两年半的厨师 更是被誉为华夏特级厨神 做坤我最在行了 谁能想到表面高龙五昧动人的四位女师傅 背地里个个都是爱坤达人 好在我穿越之前在饭店做了两年半的配菜工 坤坤菜系我早已熟记于心 今日特意为我的几位角色是尊奉上一坤四次熊鸡宴 很快下池便将做好的坤坤装入盘中 随后为四位师傅送上 这是徒弟做的全鸡宴 请四位师傅品尝 只见四盘全鸡宴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二师傅十分惊讶 这就是徒弟的一坤四次嘛 看起来很不错嘛 大师傅早已等不及准备开动 四人纷纷动起了筷子 刚吃下一口就让他们欲罢不能 大师傅连忙感叹已经很久没有品尝过这种味道 二师傅满脸享受 那烈火般的感觉扑面而来 宛如凤凰涅槃 三师傅脸色微红 每吃一口 体内的灵气就不自觉地躁动起来 就像是破镜那一刻的感觉 四师傅更是遐想到了他的坤哥 这是能给人无限幸福的坤坤 大师傅问下池这四道菜为何会做得如此美味 下池一脸傲娇地给大师傅讲解他做坤的详细过程 而且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爱 二师傅对他的表现也是十分满意 那四师傅 我这次算是合格了吗 此刻的演乐哪还有功夫管这些 摆了摆手让他赶快坐下干饭 吃完回去好好修炼 下池回到屋中开始研究起系统 他发现系统商城里面什么都可以买 就连原来世界的原子弹和龙鞠都能兑换 七步之外枪最快 七步之内枪又准又快 但令下池更好奇的是 科技和仙法到底谁更加厉害 就在这时大师傅突然出现在下池的身后 而刚才下池的自言自语也都被大师傅听得大概 下池连忙解释刚才都是他随口不说 此幅是成为我四人敌传弟子的证明 关键时刻可以步你周全 还有你口中的原子弹绝对没我厉害 有机会可以让你见识一下 你一定有很多想知道的事情 但为师还要去冥思 随后大师傅便修得一声消失不见 下池此刻是一连猛逼 大师傅居然说原子弹没他厉害 而且还想要让我见识一下 这不明显的话里有话吗 大师傅应该不知道原子弹是什么吧 我的二师傅竟然是个变态狐仙 每次见他都要让我跪下摸他毛茸茸的尾巴 本打算前往藏书阁 却阴差阳错来到二师傅的星云阁 正好借此机会拜访一下五妹动人的真妖精 还没敲门就被二师傅毛茸茸的尾巴给连拉带拽地扔了进来 我的小徒儿找为师何事 下池看到如此美貌的二师傅生怕自己把持不住 毕竟二师傅精通单数与幻数 下池连忙解释自己本想去藏书阁找基本功法学习一下 但自己是个路痴认错了路 所以正好借机参观一下二师傅的住处 二师傅真不愧是勾人的小妖精 每次的动作都让男人们把持不住 下池见状也只好像身后缓缓一动 二师傅还以为是自己太丑 下到了这个新收的小徒弟 下池连忙拍起了二师傅的狐狸屁 可没成小狐狸师傅竟然真放了个屁 二师傅 原来你的尾巴是这样变出来的 你二师傅我心情一毫尾巴就会出现 没想到我的小徒弟这么有文采 要是你能让我开心地露出九条尾巴 我就赏你一些大宝贝 尤其是我最新炼制的固员养金丹 不仅能让你重振雄风 更是能助你突破境界 身为穿越者的他 从小就将唐诗三百首飞的滚瓜烂熟 随后下池便搬运了一首李白的蜻蜓调 云响衣上花响龙 春风拂见路滑农 若飞群玉山头剑 会向摇台越下风 此时一出二师傅九条尾巴全部露出 下池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 二师傅 师美 人更美 可下一秒下池便被二师傅的尾巴绑住 你小子竟然调戏为师 今天就好好教教你什么叫尊师重道 二师傅闹归闹 先把先前的赏赐完后再教导 二师傅缓缓将下池放下 既然如此就先赏你吧 随后好几个二师傅同时出现在了下池的面前任他挑选 在接下来的三分钟里 为师可以满足你各种变态要求 就在此时四师傅突然到访 身中幻术的下池在他面前扭来扭去 下池怎么一脸吃汗模样 二姐你不会是对他使用了幻术吧 二姐我这是在传授他功法 你要不要一起来 人家才没有这种变态癖好 随后四师傅一脚踹向了下池的腰子 下池也从幻术中惊醒 没想到一不小心就着了二师傅的道 只是后续是个什么样的展开 没能体验到真是个遗憾 二师傅 您的幻术真是强大的一批 改日请务必教我幻术 刚走出星云阁下池就十分不舍 没能和二师傅进行到最后一步 还真是有点小遗憾 她是冰清玉节女剑神 但同时也是我的三师傅 身材要绕的她却被我一道严局鸡征服 刚从狐狸二师傅的星云阁出来 就被四师傅夸杂 昨天做的拳击宴十分不错 一看四师傅就想和我搞好关系 以后好吃到神机料理 为师并不是跟你搞好关系 只是不跟你计较而已 随后我便和四师傅来到 我心心念念的藏书阁 一进门就看到了 我冰清玉节的三师傅 坐在上方看着想飞慢 三师傅真是好雅兴 可高冷的三师傅连秒都不秒我 四师傅告诉我 三姐姐专注的时候是不理人的 你小子就跟我走吧 我虽然不常来这里 但是对这还算熟悉的 随后四师傅便在书架上 翻找起她的九粒刀法 可都找了半个时辰毛都没找到 就这还敢说你很熟 虽然我并不想念这个神级刀法 但四师傅非要给我找到 而这时我在书堆上 发现了一本奇奇怪怪的手绘书籍 没错这本就是 四师傅偶心沥血血的 九霄理火刀法 被人丢在地上 真的是太可悲了 就在此时 三师傅突然出现在身后 告诉我这本书不可以看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 也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三师傅刚才在看小废书 没注意到你了 就在此时 四师傅看到三姐在妖小徒弟 姐姐来得正好 我那本手绘刀法你可看到 小妹说的可是那侧九霓刀法吗 完全没有印象 可能是被人借出去了吧 我连忙把这本四师傅 亲手绘画的刀法放入怀中 三师傅问我在找什么功法 五弟我只想找几侧高阶功法 拿来练练手 三师傅想了想 高阶功法我随手捏来 只见三师傅小手一抬 几步高阶功法就自己飞来 这些你先拿去看吧 要是有什么难解之处 随时都可以来问我 我连忙向三师傅表示感谢 并说自己会安安静静地看书 不会吵到三师傅清修的 四师傅见状吃起了醋 抓起我的手立马往外走 三姐姐 我这就带这个废柴徒弟离开这里 掩阅小妹 你还是要多多用功练习书法 别老写错别字了 走出藏书阁 我便调侃起了四师傅 是不是因为三师傅吐槽他写错字 就带着我离开吧 四师傅说并不是 因为那是三师傅的前台词 要不是我拉着你离开 再待一会儿你就会成冰雕的 别问师傅怎么知道的 你要是不信 大可事实 我也感觉到四师傅的样子 不像在说谎 随后四师傅威胁我 千万不能将他 写错别字的事情说出去 不然直接将我的昆昆 打了扔到妖兽之森为野兽 但我可不是被吓大的 想要我保密 自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然我可不敢保证 会不会传到 圣语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四师傅被我气得直接暴走 而我也因短时间内 多次激怒四师傅 激活任务系统 通过内门考核 奖励任选天阶功法 或宝具一件 就是这惩罚是什么意思呢 我竟公然调戏起 我的四师傅 要让他做我的未来媳妇 更是一脸猥琐的 想要和他轻轻 不料却被四师傅 一脚踢下苍明神殿 身为苍明圣子的我 系统居然让我降低身份 去参加内门考核 看着系统任务的丰厚奖命 我必须得想个办法 参加内门考核 而我也将主意 打在了四师傅身上 四师傅小脸通红 这臭小子干嘛 一直这样挑人家 是不是突然发现 你师傅还是很美 你小子脑子里 是不是在想什么坏坏的事 我想了想在这里修炼 不太适合我收集怒气 给提升境界 必须想个办法 下山从弟子那里 过去大量怒气 看着面前的四师傅 我立马想出了 完美的下山方案 随后我便对四师傅说道 只因徒弟突然悟出了一个事 那就是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四师傅听到此话 直接暴走 你小子是不是觉得 我耽误你修炼了 托儿只是觉得四师傅 正是青春期躁动的时候 我怕师傅一不小心 沉迷我无法自拔 四师傅文言 直接掏出屠龙宝刀 要砍了我的荔枝 四师傅你本来就不会 和男人相处 而且动不动就害羞 还想动手砍 我掩盖自己尴尬的心情 而我也又成功激怒 四师傅获得了一众九零银 十重九零银能自动 升级五刀贯通 看来我还要再接再厉 看我不气死你 下持 你这么爱修炼 那为师今日就将 吃连刀法传授于你 我看着屁来的屠龙刀 连忙大叫道 让四师傅先等等 我要和四师傅打个赌 跑在最后一秒 四师傅停了下来 不然我真的会被打残 四师傅收起宝刀 问我什么赌约 我告诉他要去参加 一个月后的内门考博 就赌到时候 我能否通过内门考博 但四师傅觉得 我脑袋被驴踢了 要想成为内门弟子 最少需要远海径修为 而你现在也只不过 是个灵血七段的废材 这就不劳您老人家费心了 就看四师傅 敢不敢跟我赌 四师傅看我平日里 这么嚣张早就不爽了 面对这种必赢的赌局 想都没想都答应了 但四师傅最想知道 条件是什么 若是看不上的条件 那他就只好继续要教我刀法 于是我提议 若是我没通过内门考博 便自行离开苍明圣语 这么自负 我自然不会拦你 那若是你通过考博 想要什么奖励呢 我一脸猥琐地盯着四师傅 如果我赢了 四师傅你就要嫁给我当媳妇 看着四师傅这生气的小脸 但我更是喜欢的不得了 为了能让四师傅答应顶局 我更是稍稍使用了一些 激将法让他一口答应 不过我还有一件小事情 要麻烦一下四师傅 就是要离开苍明神殿 要从玉天街走下去 就我这点小小修为 还不能遇见飞行 所以想请四师傅送我一程 四师傅直接拒绝 你小子想的美 那我只好亲吻未来的媳妇 会求他来帮我 眼看我如此嚣张大逆不到 四师傅直接罩着我的腰子 狠狠来了一脚 我他喵得没说现在下去 我是看书两年半的废柴弟子 但却有四位美女做师傅 大逆不到的我竟公然调戏 起了小师傅让他做我的媳妇 以至于被他一脚踢在了我的腰子上 从苍明神殿坠落在了宗门广场 我这次师傅下手也推狠了 好歹人家马上就要成为你的未婚夫了 而在宗门弟子眼中 我不过是个又没通过考核的废物 而我下来的目的就是 惹怒这些看不起我的宗门弟子 从他们身上薅取羊毛提升修为 本打算拍拍屁股准备走人 但没想到之前一直羞辱我的恶少竟敢将我拦下 而此刻我的心思全都放在 刚才兑换的肥宅快乐水上 这么一点竟然收我五千怒气值 真的是太过分了 一个废物现在都敢对本少爷甩脸子了 只见恶少上来就是一拳打算教训我一顿 但我已经不是从前那名人拿捏的废物了 只见我抬手就打住了恶少的攻击 这可比四师傅平常揍我的拳头差远了 随后我爆发出雷霆般的气势 就这软绵绵的拳头还好意思出手 他们不敢相信之前还是个灵血一重的废物 现在竟然已经灵血七重了 而我也终于知道为什么主角都喜欢装十三了 这种感觉简直不要太爽 这时众人猜测我肯定是被苍明四仙刺了机缘 殊不知苍明四仙正是我的师尊 恶少认为我只不过是运气好 虽然自己的境界不如你 但本少爷可是天道蒙少主 天道蒙屹立于一个宗各派百年 只因为一个密钥 服下密钥便能将修为短时间提升三重 他缓缓从怀中掏出密钥 一口吞了下去 磕药我怕你啊 你小子过来啊 而服下密钥的恶少竟然直接报一 修为更是提升到了灵血九重 他喵的 才怕呢 我举报这里有人打比赛磕药 一下子比我高了两重修为 当着我的面开挂 实在是不要脸 但身为苍明圣子的我自然是完全不带怕